中文字幕——YK 我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愿意来山上为大众服务 在行堂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学习自己的定力 之后我在帮别人乘一个饭 夹一个菜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要很感恩 我要感恩这个菜 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可能是别人栽培很久的 所以你要很谢谢这一口菜 生命很无常 之后时间很短暂 你不晓得哪个时间 你可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有空 我有时间 我有力量 那我可以帮助别人的话 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希望说就是 有更多人能够加入义共这个行列 不管说你在哪一个团体 或是在哪一个学校 只要今天你肯发一点心 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更好 我从小就参加同军运动 我从小就参加同军运动 每个同军要日行一散 加入国方会之后 大师一直提倡的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心 在整个人生里面 如果能够做到一个说 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心 那每一个人的心态 自然都会有很多的转变 而且在你整个的一个人生里面 做很多的事情 你也会因为这三句话 对你的一些作为 会有很多的一个改变 这一次我接到师父的致命 就是说前往成都去振灾的时候 我只有半天的时间 也希望能够为灾民做一些服务 我们到了当地 看到非常多的这些受灾妇 他们在飞扬的成都之中生活 事实上对于他们整个呼吸道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损害 所以我们这次活光会 整个总共运送了 大概五十万个口罩到灾区去 给这些灾民 让这些灾民能够起码 保持住他们的整个呼吸畅通 不要有这个气喘 或是他们的整个呼吸道上面 有什么一个疾病能够发生 这是我们在这整个这一次里面 我们最大的一个部分的 一个物质的一个运送 我现在在整个负责一个火光同军的一个工作 那我希望从小扎根 那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正知正见 他们能够在他们整个生活的领域 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 能够有快乐的生活 能够培养他们每一个人向上 他们能够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身为一个火光人 我愿意尽我的力量 来为我们的下一代 让他们能够更好 更崇高 更高尚 我常跟我太太讲 火光会里面呢 我们学到花钱学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无私 我们的私心会比较重 在这里呢 我们学到能够为别人服务 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 读这个课文以前呢 我们先来唱第一首歌 叫做看破放下 这个是心定和尚呢 他所写的这个词 我们用龙树下呢 来把它一起来唱 虽然我们读的书不多 手学不多 我常讲 有人问我说 你什么学校毕业 我都说我是人间大学 是这样 所以在这里面呢 每一个活动 我只要时间许可 我尽量参加 谁收获最多 我们自己 透过我们不断的付出 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更杰出 也让我们的受刑人呢 他将来回到社会上呢 他们也有所受用 我想永不间断 是我们对红法立生 这条道路的坚持 我会来接触佛光山 就是我觉得我的心灵的部分 透过我怎么努力 都受不到效果 也没有用 我去到南台北院 有一天我很烦 然后我看到绝缘法师 好 我过困难 但是他很深信自在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为什么不能像他这样 我应该像他这样 我基本上 我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 所以当有困难 我就是影响他 因为我觉得 我假设手上有十个困难 我做一个就是少一个压力 所以我是很勇敢面对困难的 我现在有困难 我没办法解决 我可能就翻大师的书 或者我可能去滴水房坐下来 吃个素摘 然后看看法师 我可能自己就会替悟 也就是说接触了宗教以后 让我身心更柔软 然后我更有服务的精神 然后心甘情愿 不会抱怨 再多晚我都不会抱怨 然后来拜托的世民 再麻烦的事情 我都很有耐心的 然后我愿意请其全力 只要在不违法的状况当中 我愿意跟他做更多的服务 那我觉得这个给我体验很多 然后也让我不断地调喜 然后不断地让我身心更自在 那我觉得这是我接触 大概最大的收获 我愿意跟他说 在這裡做都是做我一生最不愛做的工作 房屋、建王、土甲、小廚房 我去騎有一次我回去晚上 就說在這裡做完 又在我們大電競修 回去就差不多10點了 我走就說,媽媽,你怎麼會這樣 搶搶,搶到這樣 你是不是在搶什麼 我說,哎唷,你不知道 你是在搶平坐,老婆是在搶寶寶 我當初走出來的是新來夢 有時候我來,有時候走一走 但是走出來的時候 就像說,含著一個人家圓 含著一個人家圓 這樣讓我心裡有一種的溫暖 就像說一句說,走走是要走自己 不是走白人 所以在那一句,我叫他來 我叫他來改善我的個性 來看白人的營店 看我自己的觀念 用走走我的發展 所以這樣讓我先來 我一定會開心 大家要來也會開心 要回來也會開心 我一直在想說,我要走 我一直在想說,我一直在想說 我一直在想說,我要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